10月份的最后一个周六假期 花莲县的中南区 封兵国中和红业国小 是分别办理了春校联合运动会 部落的民众以及学生都来共襄盛举 县长徐真伟也特别到现场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更肯定校方办学的用心 为花莲培育了无数的优秀人才 也勤勉学生在人生的跑道上 能够培养运动家的精神 学生用力的往前跑向终点线 这是封兵国中的村校联合运动会 不仅全校的师生动起来 社区民众也都到学校陪着孩子一起动一动 相当热闹 县长也到现场为每位选手们加油打气 终于在这个解封之际 我要谢谢江丽婷乡长大会主席 办了全身的我们的运动会 让大家出来晒太阳运动健康 再把大家的感情再吸起来 让大家的感情依旧热情依旧有活力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另外中区的红叶国小 也办理了110年度的亲子运动会 小小的学校可以看到家长 带着孩子坐在旁边等着比赛 小小朋友穿着号码布的背心 可爱的拔河比赛 呆萌了在场的所有家长和老师 我们现在红叶国小有这样的一个规模 我要感谢县长 我们都翻过来了 所以我请代表我们红叶国小的师生 所有的同仁 我们用我们的心力 我们编制了一条 我们就是我们太阳格族的 传统手工艺 唯一我们就献给县长 10月份的最后一个月的周六 花莲县的中南区 封兵国中以及红叶国小 分别办理村校联合运动会 部落的居民以及学生共襄盛举 许正位也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之外 更肯定校方办学用心 为花莲培育无数优秀人才 勤勉学生在人生的跑道 培养运动家的精神 记者高双双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